三角形的面積會讓你想到什麼 你從小時候第一個學到的公式 不要聊天 哈囉 你第一個學到的三角形面積公式 沒錯 來第一個寫上去 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1分之1的底層高 底層高除二 你小看它是不是 這很基本 來底層高除二 這是我們第一個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OK 好 然後我們到了國中到了高中 我們的公式好像就越來越多了 來二十號同學在哪裡 來蘇寒你告訴我 三角形的面積到了三角函數 其實我們有學了一個公式 那個公式叫什麼 B4定 好哪一個 B4定 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欸 不要講話 來快點 知道是什麼嗎 我知道 知道 好哪你說 2分之1開根號 我不是 那個是更後面的 我要講是比較前面的 沒有 我的指上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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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 導演 到底沒有學過 有 2分之1 3a 你們完蛋了 來 同學 這個sin A 請問你 會讓你想到什麼 老闆 我們有沒有學過一個正群定理 A 比上sin A A 比上sin A 會等於什麼 第一名叫sin 會等於你喔 對的 外界有外界 有沒有學過正群定理 有 有沒有學過這個 有 那學過這個的話 我現在問你喔 sin A 是不是可以寫成2R分之A 對不對 sin A 寫成2R分之A 我們可以把這裡的sin A 換掉 對不對 把這裡的sin A 換成2R分之A 所以這一個三角形的面積 它又可以寫成4倍的R分之什麼 分之A乘B再乘C 叫做4R分之ABC 我跟你講這次三角形的面積公式喔 那這個R是什麼東西 注意旁邊注記一下 這個R就是我們的外界圓的半徑啊 這三角函數都學過喔 你們不要學到後面前面的都全部忘光了 這叫外界圓的半徑 對吧 其實這種工作到了高三要做很多次喔 你要一直把你學過的東西整個統整起來 外界圓半徑 然後同學在下一個是誰 海龍 不是海龍 其實還不到海龍喔 在下一個同學有外界圓的半徑 當然也會有什麼 內界圓 對同學來我們把內界圓畫出來 這個三角形是不是會有個內界圓 來你把這個內界圓畫出來 我們以前都有教過你要仔細聽 好 好 欸 這個內界圓畫的有點不太圓 來 來 這邊你看喔 這裡是不是有個圓心 然後你把它連起來 不要聊天嘛 來 來同學你看這邊 這是圓心喔 然後這一段 來同學這個是半徑 這個是不是叫做R 然後這一個也是半徑 這個是R 然後這一個也是誰 這一個也是R 所以這一個三角形的面積 其實你可以把它怎麼講 你可以把它拆成三塊三角形的面積合 同學你有看到嗎 這一塊三角形大塊的三角形 是不是看成三塊小三角形面積加起來 那這三塊小三角形的面積 我現在換紅色斜線的這一段 是不是二分之一的底層高 底是A嘛 高是不是R 所以叫二分之一AR 再加上另外一塊叫做二分之一的什麼 二分之一的BR 再加上最後一塊叫做二分之一的什麼 二分之一的CR 結果你發現大家都有R 就把R怎麼樣提出來 R提出來之後 裡面是什麼東西 裡面是二分之一的A加上B 再加上C 三角函數有學過 同學問你 二分之A加B加C 這個叫周長的一半 請問你周長的一半 其實我們有給他一個代號 那個代號叫做什麼 周長的一半給他一個代號不是叫AC嗎 對不對 我們後來在學海龍公式的時候 那個周長的一半代號就叫S嘛 所以三角形的面積又可以寫成小R再乘上S 這樣可以嗎 注意喔 然後這個小R是什麼 這個小R 這個叫做內切圓的半徑 來 好 這可以嗎 這以前都學過嘛 底層高除二這個是小時候學的 二分之BC 還有這個4R分之ABC 還有小R乘上S 這個是在三角函數學的 然後後來三角函數他進一步 又學到另外一個公式 那個公式叫做海龍公式嘛 海龍公式它有根號 請問你那個根號前面有沒有二分之一 沒有 它是根號裡面是什麼東西 S乘上什麼 S-A 然後再乘上什麼 S-B 然後再乘上什麼 S-C 這個鼎鼎大名的什麼公式 海龍公式啊 對不對 以致三角形三個邊的長度的時候 如果三個邊的長度都長得很漂亮 都是有理數 要算三角形的面積就用海龍公式嘛 對不對 然後同學你還記得嗎 學完海龍公式之後 我們昨天有學另外一個 三角形的面積公式 那個公式外面有沒有二分之一 有 這個是有二分之一的喔 二分之一的根號 根號裡面是什麼東西 長平乘長平 沒錯 二分之一的根號 來跟著一起寫喔 叫做長度的平方 長度的平方 乘以長度的平方 然後再減掉這兩個項量 內積的什麼 完全平方 所以我們這樣講到目前為止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 後面還有 我明天會再推新的公式給你看 但是目前為止你對於三角形的面積公式來講的話 來你應該會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 這六個你都要揮喔 這六個你都要揮喔 這六個你都要揮 而且照理講這六個你都要揮證 包括海龍公式都要揮證 我昨天有證這一個給你看 長平方成長平方解 內積完全平方 對不對這個有證 海龍公式以前也有證嘛 這個東西用圖形看就好 這個用正學地理去推就可以 對不對全部的公式我們都要交代他是怎麼來的 OK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沒有 好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吧 好啊明天再上新的先說 來我們自己謝謝 Thank you